因为菜价贵 现在连自助式餐厅的老板也撑不住了 有一个男网友Paul文 他说他跟女朋友到了新北市南亚夜市 吃120块钱的蒙古烤肉 摊商就采取自助式的夹菜 那是因为他夹的太多了 结果被老板娘制止 他自认为没有很夸张 所以拍了影片自制字幕讨公道 来看看这段影片了 男网友教大家五步骤夹菜法 首先底层随便夹 然后再来高丽菜摆边缘 让底盘加大 接下来就是拼命夹死命鸭 拼命夹在死命鸭 最后夹到了高度超过两个碗的时候 老板娘终于受不了了 只指说你知道吗 现在菜很贵 而且把他菜碗拿走 夹出一大把的空心菜放回去 这段影片po出来之后 没想到引发了网友批评 认为小摊贩赚钱不容易 这名男子是贪小便宜 不过也有网友声援 既然是标榜自助夹 他就不应该怕客人夹菜